国道三号高速公路 严度都可以看到许多T-bar广告看板 影响到整体美观与民众行车安全 也违反公路两侧公司有建筑物 与广告物进建规定等 县政府在劝导无效之后 于日前进行全面拆除 总共将拆除15只大型广告看板 同时将分为两个阶段执行 以防止业者重新搭建 县议员尤洪达也对县府的用心表示肯定